你这样认为 卡杜尔先生您在这儿啊 是啊 刚才雅克博物馆来电话 问您的作品整理得怎么样啊 多亏了这位小姐已经弄好了 您可以让他们下午过来去 你怎么 对不起啊 您就是卡杜尔大师 我刚才不该对您的衣服 指手画脚的 真的对不起我 不不 不用 不用道歉 你的建议对我非常有用 我希望能听到对我作品 赞美之词以外的真实评价 我喜欢你的真诚 请问您的名字是 我叫周阿玉 是奥迪特小姐推荐我来工作的 是我介绍她来的 奥迪特 你推荐的这位阿玉小姐非常好 很难得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刚才的几分钟里 她给我的建议都很有意义 我希望她能跟我一起工作 那 那 那 我 我不行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从来没有学过时装设计 我跟您工作会耽误您事的 我还是打扫那个就可以 不不不不不 你什么都别说了 就这么定了 卡多尔先生 您是认真的吗 我一向都是认真的 难道她真的能成为一名 时装设计师 你可以去看看 阿玉小姐虽然没有一双 时装设计师的手 但她很有才华 只要给她机会 我相信她的意见 一定能给我的设计 带来惊人的变化 好吧 现在您的决定 倒真是让我很惊讶 过于标心立意 过于自我陶醉 为设计而设计 这是每个设计师 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问题 其实已经脱离了 时装设计的初衷 阿玉的建议非常有用 她会带给我 不同文化背景下 对时装设计的 新的理解 好吧 夫人 您好 怎么回事 大师的设计 这么便宜的价格 怎么没有人买呢 老外真不识货 阿玉 卡杜尔的设计 可是最天才的设计 你这么一改 会不会没人要了 这因为是天才设计 所以你必须用相应的 高档布料 才能做出它的感觉来 咱们现在做的 这一般布料根本就不行 照着仿的话 只能是不伦不类 不高不低 我就稍微改了一点 调整一下 应该问题不大 嗯 怎么样 很便宜的 嗯 是啊是啊 五十法了 好 看这点好看吧 五十六十 你看张大吉呀 不是 熟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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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 手上再给他加一枚戒指 我觉得少了点什么 戒指 好的 这个 发布会的时候 发型应该是长发 好的 长发 这件好像有点问题 你觉得呢 对 请转一圈 好的 阿玉 在 来 好像少了些什么 你去给我 给我拿一些丝巾过来好吗 丝巾 好的 好的 快去吧 试一下 还去了一点 卡杜尔先生 怎么样 这些 你来吧 你选丝巾 来给他们搭配 我 对 用你的想法 来给他们试试 好吧 来吧 可是我觉得这个 哦 抱抱抱抱抱 让他做完 这儿还有呢 继续 请 都完成了吗 我可以说实话吗 当然可以 说吧 不要丝巾更好 是的 没错 不应该用丝巾 真的 真的 根本不需要丝巾 你做得很好 我很欣赏你的判断 好了 下班吧 大家今天辛苦了 今天晚上我请所有的人 去银塔餐厅吃饭 就这么说定了 太好了 看看这人群是吧 来 谢谢 再来啊 便宜点 再便宜点 不行 不行 这件事吗 谢谢 这是谁的功劳呀 是我们家阿宇的 还是卡洞尔的呀 我全明白了 大师的东西也是可以改的 你说那女的怎么穿得下呀 我觉得她男朋友 肯定看出来了 其实她穿那件 真的很难看 好难看呀 管她的呢 管她好不好看呢 慢点 慢点 来 放上来 等下 抬一下 来 慢点啊 我早就和你说过 不管是谁 只要钻井 他一定要先付钱 他真万事不付钱 你竟然能开工 你是企业 你不是慈善机构 你知道 那钱白白投入了 一分钱都不挣 还要承担设备折旧 你 你让我怎么交代 аков本事 您出来 卫生 湖 来 葫萄 看 黎队长 来了 阿世 骑摩托车的人见过不少了 没见过像李队长技术这么好的 你也不怕我一势手 把你撞成一堆烂肉啊 你把我撞死了 我倒省钱了 李队长 有话好好说 你干嘛这样呢 嫂子 你别怕 我跟周总开玩笑呢 李队长 邀里请吧 照什么照 还有心思照你那猪头 你也不好好想想 欠了这么多钱怎么还呢 好久没刮胡子了 越看越像个逃犯 你要真成逃犯 我倒省心了 现在可好 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 过得什么日子 就怕讨债的上门 咱们 媳妇 我欠人家钱不假 不管到什么时候 我都认这账 不能逃 干什么啊 谁家出病啊 怎么在咱家门口啊 谁家出病啊 诸位乡亲啊 我求求你们 你们有话好好说呀 别在我家门口这样哭 好不好啊 没有 周婉事快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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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还钱哭三年 不还钱哭三年 撤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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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 我求求你们 我求求你们 各位乡亲们哪 你们要打要骂都可以 不要再这么唱了 打人骂人犯法 我们不想犯法 李队长 我求求你了 不要让他们再唱了 不要让他们再唱了 你不想听了是不是 那好呀 拿钱来 还我们钱 钱 我一定会尽早还你 你这句话说了多长时间了 早点是哪天啊 那 七八天 不行 时间太长了 那三四天 那三天还是四天啊 你说准喽 那李队长你说 你说几天就几天 看来周总早就心里有数了啊 三天 第三天头上 我到警场去拿钱 喝 喝 三天 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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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总 你早这么说 还用我这么费劲吗 起来吧 我是跪我欠的钱 没办法还我 该跪呀 我不是跪你们 我跪我周万顺欠钱 别罪过 好好好 咱们走 好了 我不说了 你也别生气 去叫你爸吃饭 去叫你爸吃饭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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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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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风子 你上次呀 我还不想死 哥 再走 何干什么 周老板来了 齐老师来一瓶酒 好嘞 还在这儿喝 哥 我给你拿点咸菜下酒吧 不了 回家喝 周老板 有喜事啊 喜事 大喜事 来 都要烦 你 真假的 你 真假的 我超塑素 你 你 开玩笑 我看你戴上这儿 我看你戴上这儿 没戴上这儿 我看你戴上这儿 你还有心思喝酒啊你 你跟人说 还钱的日子快到了 你拿什么还 你放心 你放一百个心 我一定能还人家的 温顺 温顺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 咱赶紧回温州去 把那厂子重新弄起来 把账还了 你看在这儿一天到晚 舞刀弄枪又哭又唱了 都把人吓死了 好汉做事好汉当 哪里跌倒了 哪里爬起来 来到陕北不分身 周温顺势不会回去的 我就知道 我跟你说那些话 都是耳旁风 温顺势不尽 媳妇 既温顺 有什么好处啊 温顺不尽 最是原汁原味 我们在一起 什麼事? 什麼事? 出來吧 什麼事? 真准时啊 你这么早来等我 我不准时也得准时啊 准时好啊 我喜欢准时的人 咱哥俩一个脾气 你看 我把那庄前袋子也带来了 兄弟啊 对不起 我今天还是没有钱 让你带回去 周安顺 那话可是你说的 三天以后 让我到这儿那儿拿钱 我是说过这话 可是那是因为 你叫了一大帮子的 到我们家门口 又哭又唱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你怎么办 姓舟子 您是个男人吗 你要是个男人 就应该说话算数 钱债还钱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可我真没钱哪 李队长你再等等 等我出了油 我一定会还给你钱的 不行 我今天就要 你这是脚底抠钱 我没有啊 你 卖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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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 卖狗 我打 卖狗 卖狗 你不要命了 快 卖狗 你偷在那儿 滚 你偷在那儿 滚 新州的 有主的你别跑 李队长 你看看这口棺材 李队长 我周万顺千人钱 从来不敢抵赖 你今天要杀我 我就让你杀了 我想不出办法来了 那你要是觉得动不了手 我周万顺今天这条命 就是你给的 我谢谢你 只要我有一口气在 我欠你的每一分钱 我一定都会还给你 你看怎么样 走 爸 爸 卖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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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爸 卖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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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滚倒了 卖狗 去 帮他们抬过来 我爸 我爸怎么样 病人身体态虚弱 需要住院 来 先去办住院手续 交费就 好 请问这个是多少钱 大概两千吧 大夫 咱能商量一下吗 您看这样好不好 我先办这手续 让我爸先住去 然后我回去取钱 再给医院送过来 这怕不行吗 帮帮帮行吗 来 去 多多 去 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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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一千八百五 李叔 这是上下的 爸 干吗 你爸住院 你市场没有钱不行 不要不要 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李叔了 谢什么 要换成你 你能不管 你爸这个人啊 就是太要强了 那换二十年以前 我那一刀 肯定下去 李叔就说气话了 别说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李叔的刀也下不去 我们都知道你是啥样人了 其实我心里也知道 你爸他真不是个赖账的人 是我逼得他得很吗 是我们全家都对不起李叔 我们全家都没有想到 我我都想到他 你不想到我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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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暈倒了 李队长他们用摩托车 把你给送过来的 李队长 哪个李队长 李月进呢 他在哪儿呢 刚走了 卖稿送他去了 你的住院押金也是他给垫上的 药快没了 我得找护士去啊 来 塞我床的药 妈 你爸醒了 给他拿药呢 好了 走吧 这人呢 你爸呢 麻 麻烦你一下 这个人呢 人刚走咧 都走咧一会儿咧 去 去哪儿了 呀 那不知道 不对啊 手套帽子大衣都不在啊 啊 啊 爸 别走 你干吗去 那好好的一个大活人 让我躺在那儿 没病也躺住病来 医生说让你住院 有没有病我自己不知道吗 没病你怎么被晕倒了呀 哎呀 媳妇儿 你看 你看 我哪儿有病啊 那还打针住院干什么呢 回去回去咱回去 乃帅儿 儿子 怎么办 咱们爷儿俩三个跑 谁跟你闹啊 那从小就跑嘛 是吧 你要能跑赢我 我回去住院 来啊 开始 乃帅儿 卖狗 不敢了吧 去 听爸的话 把住院费要回来 我们回家 卖狗 你别管我了 哎哎哎哎 干什么干什么 我好得很 雅辰 这这这擦你妈去 妈 饭块好了吧 我把我爸叫起来啊 算了 让他睡吧 他身子也累 心也累 好好让他歇着吧 睡去吧 醒了再让他吃 啊 那两个人 将人的房子 嗨 你 我 你 好 没 满顺儿 你总算醒了 我还以为你这么一睡 就醒不来了呢 死啊 燕王爷知道 我的钱还没赚够呢 他老人家不会受我的 你两顿饭没吃了 我给你拿饭去 给 多吃点 吃完了接着睡 这回啊 可能好好歇歇了 媳妇 有个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还知道有个媳妇啊 我怎么觉着 那石油才是你媳妇呢 石油不能算媳妇 也就算个小秘呗 顶多就是个二房 二房能顶什么用啊 投放银花 才是我周万顺的郑公娘娘 米勒米索拉多拉来多 将生儿来呀在 银花的房那样上 多云转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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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去啊 三三心 阿姨 在 这是我以前一个学生的 服装设计图样 让我给他提点意见 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时间看 你来帮我看看 看看设计是否有你觉得 不妥当的地方 你可以在上面做出提示 把它标注出来交给我 卡托尔先生 我真的不行 我 赛马中的冠军 都是跑出来的 不是养出来的 你懂吗 你不是 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 可是我对时装 真的一窍不通 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 我是 凭我的感觉 我乱说的 我真的不懂 灵感对艺术而言最重要 是艺术之魂 是艺术活下去的心 没有灵感 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费 爱迪生说过 成功是九十九分汗水 加一分灵感 而灵感最重要 它胜过了九十九分汗水 打开你的想象力 大胆地把你内心释放出来 这就是你的灵感 朱碧琳先生 靠眼小丑成了大艺术家 人们问他成功的秘密是什么 他说人必须要有自信 这就是成功的秘密 我相信你 好 我试试 谢谢 天哪 看看吗 好 累了吧 休息会儿吧 一劲都没迈出去 这是值得的 您可以这么决定 不过我不得 这怎么 打扰了 凯对先生 您找我 是的 我找你来 是要送给你一个惊喜 从今天开始 你正式地成为 这里的一名设计师 在这所巴黎时装界 人人向往的设计师里 你已经拥有了 自己的一席之地了 祝贺您 您很幸运 您是说 我现在是这儿的设计师 对 是的 法国是个崇尚 自由平等的国家 只要你有才华 坚持奋斗 一切都有可能 你知道伊夫圣罗朗吗 现在是大师的那个家伙 知道 伊夫圣罗朗没有学历 没有经过正规的 时装设计教育 他当年被招入行的时候 也一样什么都不懂 只是一个到车间里 做工的学徒 可是 我根本不知道 从哪里下手 很简单 你只要把你大脑中 想象到最美丽的时装 拿笔画出来 就可以了 我甚至连画画我都不会 我 相信我 这就更简单了 我的助手奥黛特 他可以纸笔帮你绘制设计草图 只要你把你想象中的时装 告诉他就可以了 好了跟我来吧 来吧跟我来 来 以后你就要在这里 跟大家一起工作了 来 好 这面墙上有关设计的图册和资料 你可以随意看 然后当你想到了什么的时候 只需要用这些笔 尽情地释放你的灵感和才华 用不了多久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 独立的设计师 祝你好运 看 阿达 我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那就什么都别说 你今天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你自己 我没帮你什么 至少我这么认为 不管怎么样 我很高兴 不能有你这样的一个朋友 不 我不是你朋友 永远不是 在工作中我们是对手 在他心中也是 雷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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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他的感情 这很明显 我想你误会了 我有丈夫 我很爱我的丈夫 雷昂 有很优秀的女朋友 求求是我误会了还是你装糊涂 咱们走着瞧 如果你真是一个天才 谁也拦不住你 如果事实证明你不是 那你要小心 早晚会被人挤掉 像我一样 好 来 进来看看吧 进来看看 小姐看看这件外套 阿宇 你怎么来了 你不应该上班吗 这也挂这儿 你再不去可就迟到了 你放心吧 这有我呢 你一个人辛苦了 等咱们 以后生意越来越好 等你当了著名的设计师 我们就一起卖你设计的时装 到时候我们就不在这儿摆摊了 快走吧 我一个人没问题 走吧 走吧 那我走了 好 拜拜 拜拜 好带她 怎么 快多少钱 阿宇怎么没到 我不知道啊 她平时总是第一个到的 我给她打了电话 没人接 怎么样 阿宇有没有新的创意 她很努力 她很努力 昨天加班到很晚 具体的 我也不知道 是她的创意太超前了 让你理解不了 还是你们刚刚开始配合 还没找到默契的感觉 我想都不是 啊 恕我直言 她没有这个能力 她根本就没有你说的 什么才华或者灵感 我认为她顶多是一道菜的调味盐 不是这道菜的主要 收起来吧 阿宇 卡德尔先生我迟到了 啊 没关系没关系 啊 谢谢 我看看 对不起卡德尔先生 我让您失望了 没关系没关系 不管怎么说 阿宇你还是做我的助手吧 嗯 做卡德尔先生的助手 也是一种荣誉 是的 我 我非常荣幸 但是 我想明白了 我最擅长和最喜欢的 不是设计漂亮的服装 而是把这些漂亮的服装挑出来 把它卖出去 如果你继续这样的话 我只能把你放到销售过去了 哼 好了 开始吧 好 现在不管从哪个角度说 我都觉得舒服多了 你或许不是个时装设计的天才 但雷昂说 你是不会干于平庸的 小姐 你能不能不要总提雷昂啊 好的好的好的 你知道吗 我也舒服多了 请你喝咖啡 不 我请你 我请你好多次了 你每次都拒绝我 从来没有把我真正当朋友 好的 这次答应你 请 谢谢 真想让雷昂见鬼去 其实我觉得雷昂是个很好的人 你别这么说他 他每天都是阿宇这个 阿宇那个 阿宇真强 阿宇多浪漫 是 我找阿宇做男朋友好 好好 你 儘器 二 周总啊 好潜事也没见了 怎么 忙啊 瞎忙 来瓶酒吧 哎 pentru 出开 好的 给您 好点的有没有 有啊 这个怎么样 再好一点的 有 过 这个好啊 就是贵点 贵就贵吧 就这瓶了 好 周总啊 今儿是怎么了 舍得喝这么好的酒啊 嘴馋呗 周总 那慢走啊 药寨的又动刀子又苦丧的 连棺材都买回来了 这一转眼 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我看人家这个人 挺有干劲的 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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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待不住了 我要走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我一天我也待不住 你上哪儿去啊 哪儿都行 我回温州 我去东北 我只要不在这儿怎么都行 卖狗妈也想走 你爸这会儿不是没缓过来吗 等他想好了不打紧了 咱全家一块儿回温州 妈我爸是什么人 你不知道啊 不管怎么说 他是你爸呀 爸 咱不能放下他不管呀 我也不管了 儿子 找得好 找得有家事 找两下就行了 待会儿进屋陪我喝一杯去吧 你这 你这横扫千军呢你这是 卖狗是哪根筋部队 抽这么大的风 还不是因为你 是啊 我生的儿子 对错都怪我身上 刚才卖狗跟我说了 他要走 走哪儿去 这干什么 走走走 宛顺儿 咱们回家吧 井也撤了 咱钱也没有了 还在这儿干吗呀 等死啊 咱们回温州去 干什么不比在这儿采油强啊 你看这儿 一会儿出油了 一会儿又不出油了 着急上火 还有那催账的人 把人吓死了 咱们回去 挣了钱把债还上 好好过日子 比什么不强啊 我着急不着急 我再想想 让我再好好的再想想 来 喝点儿 行了 你自己喝吧 行行行行 太好了 我是想通了 想通了之后 心里头一下子就敞亮了 嗯 我是这样想的啊 尹花跟我回温州 你留在这儿 要走 还不一块儿走啊 不是你什么意思 你是我 我为什么干 干嘛把败狗留在这儿啊 欠人钱总要有人留在这里嘛 我跟你回温州就是弄钱去 你想想看 你那个纽扣厂这几年经营得也不错 认识不少人 估计能借到个百八十万 我也去找人 也能借个百八十万 这俩书夹在一块儿 咱们就可以再开一口井 哼 我就不信我周万顺打不出油来 这就是你想的 前些日子被那些要账的 要的手脚都慌了 我不能就这样就认输了 我要这样的话 我就找不到我自己了 我不同意 你同意我干 你不同意我也干 你们俩都清楚我的脾气 周万顺今天要认准了什么事的话 你八十头牛也拉不回了我 卖狗 你愣着干嘛 还不快劝劝你爸 我劝好事吗 咱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什么性格 对吧 他满脑子都是油 我们要不是为了油的话 我们来陕北干什么呢 不就是为了想干一个大大的油田吗 也好让我当当那个美国石油大王叫什么呢 洛洛洛什么勒 洛克菲勒 就是他 问题是 洛克菲勒是谁啊 咱们又是谁啊 草台班子能攥出什么好油来 我早就跟你说了吧 咱们一没技术二没有条件 你能跟人家去比吗 咱们哪怕找一个哪怕是线上的专家 来给咱们看看也把稳呢 你就是不听你觉得什么 你觉得石油是人算出来的吗 不是那么回事 你什么都不懂 你就剩一味的蛮干 我要不懂 当初那些日子那些拉油的油罐车 它能排到二里地去吗 爸 当初是有油 问题是你坚持了多久啊 最后就剩下水了对不对 一滴油都没有了 凉口井是怎么废的呀爸 你不了解这个地方的地质结构 你就一味地瞒钻 你能钻出来油吗 你不可能 钻石油啊 不是在咱们温州卖鞋 我们是需要大的投入 才能有大的产出的 我承认你是有大的投入 几百万啊 几百万你看分跟谁比 几百万块钱 对于咱们这个家来讲 可能几辈子都花不完 问题是对于一个油井啊 油井啊 爸爸 那是九牛一毛 你绝对人家洛克菲勒 人家一次性投入是多少吧 你 你 你说哪儿吹了你都 你说的那个东西 跟我做的这个东西 你 你 我不听你说 那些没用的事情 你说的那个就是纸上谈兵 我怎么叫纸上谈兵 你不就是念过初中吗是不是 你文化高嘛 你就那两把刷子 你也敢指手画脚地批评你老子 你也不撒泡药去找他 这我就应该自己撒泡药了 我好好招着自己 我应该自己 你看阿文我管什么都不是 我爸才是最厉害的 我老子才是天下第一的 你能 你能在黄土高原上 攥上一个一个空窟路 你什么油你能弄出来 你敢再讲一次 我还再讲一遍 也是这个话 我打死你 你干嘛呢你 你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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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评评你老子 你打 妈你没来的 你让他打 他要打死了我就不走了 你打你打我 你打死我 你打死我 她是什么东西 她用自己评评老子吗 她拼什么 我恨死你了 你还真打他 我拔了你的皮 我抽了你的皮 我告诉你万顺 我不想活了 我看看 你这种混账东西 好 麦格 是不是很恨你爸爸 我知道 要不你打我 就像我打你一样 你打我吧 你说这干什么呀 你是我爸 你生气了你打我骂我 我都认了我是你儿子 我是挺恨你的 我恨你只知道发大财 只知道凭蛮力气打击 你从来都不愿意去研究 怎么把风险值降到最低 你从来都不愿意 我们为什么就 爸 咱回家不好吗 非要挣这么多多的钱干什么呀 你非要跟别人一比高低上下 有什么用啊 我妹那么小就出国了 咱一家四口 就剩下一家三口在国内 我们就不能踏踏实实回到温中 三个人抱在一起过日子多好 在一起不是比什么都强吗 是 儿子 家是回不去了 开宫就没有回头的剑 我怕就是死也死在这老黄土上了 爸 你这干什么呀 儿子 儿子 你要真想走 我不拦你 如果我真的死在这儿了啊 你就记得回来看看我就行了 你是我儿子 我是你老子 他什么事都能变 这事他是变不了 我们走了好好照顾自己啊 安队吃饭 对了 卖狗没几天就过年了 别忘了买串鞭炮在我们家门口放放 去去会去啊 要想写对脸你就写 爸妈都不在家就你当家了啊 回去吧 来 齐老师 小周来了啊 要点什么 你也写对联呢 我就照这一样 给我割两张纸 过年了 我也写副对联 贴到窑门口上去 好嘞 齐老师 这匾给你送过来了 来了来了 这桌子上有采好的 你自己拿 我先去把货接了 Katy 我先去把货接了 没准备 能不能刺一点 我现在要做了 最后的子里 他们要连你受益 只要做了 真剪心 你面前去了 您在阻尾 我 我看你们这儿有笔有墨的 我就省着回家费事了 世事动名皆学问 人情恋达记文章 麦果啊 看不出来 你年纪轻轻的 倒写的一笔好字了 没有 就是写着玩的 玩是玩不出来的 小伙子 看来是读了不少书啊 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没上过大学 没上过 莫师姐来了 齐老头 又显摆你的臭字了 老师姐 你别说显摆不显摆 你先看看这副链怎么样 不错 你这字写得跟过去有点不一样了 你别说一样不一样 你就说是好了还是坏了 好了 真的比过去写得好了 莫书记啊 这字啊 打死我也写不出来 写家在这儿呢 真的 这不光字写得好 这涟漪也好啊 《红楼梦》里的涟漪啊 小伙子 不容易啊 能受到齐老师的表扬 嗯 哪儿也不如家里好啊 你干吗去啊 找钱去 万顺 你给我站住 你这什么意思 万顺你看看 咱家多好啊 舒舒服服睡觉 也不用提心吊胆 咱不干石油了 你欠的账我给你还 不是已经说好了 我怎么又反悔了呢 我就是反悔了 我一进这家门就反悔了 你反悔没用 我决定的事情从来不反悔 万顺 你怎么这么倔呢 一辈子就这样 改不了了 您让开 在家等着 沐水 好 我知道 知道 好 好 好 明天明天 好吧 明天 好好好 等会啊 厂长 厂长 我回头打给你啊 我 唐厉头啊 走走走走 厂长 你可想死我了 我呀 想你都快想疯了 看你这样都成大老板了 你想我干什么呀 真会拿我开玩笑 我要是大老板 那你就是石油公司的大亨 这话我爱听 你呀 唐厉头啊 赚那么点钱都给你招摇掉了 这玩意儿不便宜吧 公司需要 也就几万块钱 我呀 是咬牙买的 汇报汇报 你最近生意怎么样 说不定我还能替你出点主意 帮帮忙什么的 我呀 也就是个媒谱 不过别人是撮合人和人结合 我是撮合钱和钱结合 就是有闲钱的找不着出路 急需钱的找不着来路 就是从中浅浅搭桥 那个 要是反过来讲 如果是我需要钱呢 你要多少 至少一百万吧 你要这么多 你当我在挖水井啊 我在挖石油啊 你投得多 你赚得多嘛 这个我做不了啊 牛逼吹爆了吧 不是 不是 我做不了 但是我上价能做啊 那你到底是办得了办不了 你什么时候要吧 那等钱开钻哪 越快越好嘛 承惠最快 明天十八号 正好逢八 有一个承惠不少于十二角 每一角每月十万的承惠开标 十二角 就是十二个人 每个月每个人出十万 那第一角 就是要每个月付十万再加利息 十万加利息 行 我三家 那好 你准备十万现金 明天我带你去 我说唐离头啊 你这头还真跟唐离一样 我手边有现钱的话 我还找你干嘛呀 你必须帮我先准备好十万块钱 等我明天拿下第一角 我立刻还给你 万一拿不下第一角呢 这么多年合作了 你也不是不了解我 我这万顺想要干的事情 没有干不成的 好吧 就这么办 来了 好 来 是 邹老板 今天怎么有机会到这儿来了 跟大家一样嘛 搞点现钱用用 请坐 不不不 您坐 你坐 来 您坐 要早知道你神有大王了 我今天一步来 我哪出都是你的力气 你放心 我这万顺的脑袋 要不是猪脑袋 我也要算的 力气太高 我也出不起的 本次 陈惠 依然依照竞拍的方式进行 每位参会者 按照自己的意愿 报酬所出的议息 本会 严格按照每人出席的高低 按照先高后低的标准 决定各位用权的顺序 一分开档 现在开始报价 一分一 一分二 十三号一分三 两分二 两分三 四号两分三 两分六 两分六 十五号三分三 十五号三分三 知道比不过一 周老板 三分三一次 拿电影就好了 三分三两次 如果没有人喊的话 我就喊三了 那么头一个月 就归十五号周老板了 三分四 你举高点 哦 十号三分四 狗东西 纯纯闹厂 他做什么生意的 做棉杀的 三分五 十五号三分五 腾里头 腾里头 你帮我把这个钱 先保管几天 好 自己从里边拿十万块钱啊 没让你失望吧 嘿嘿嘿 你还没告诉我 凭什么判断十号棉杀鸥 是想拿第二脚 他不是卖棉杀的嘛 他筹权的目的 就是要进货嘛 可新疆的棉花 下个月才开采 他现在拿头脚 他划算嘛 厂长你厉害啊 难怪你找到石油了 连新疆的事都知道 没你厉害 你都找到前眼了 就是打太深了 没有没有没有 走吧 走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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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探索一下 对 儿子说得对 我得找专业的 你没钱 你不找了打警队白找吗 我命好 钱的问题解决了 你的钱解决了 你怎么解决的 银行借钱 不对 跟银行贷款 过不了几天 钱就到账 银行 什么银行啊 是私人银行吧 万顺你疯了 那是高利息 再高的利息 跟利润比 那都是九牛一毛的小事 你非把我气死不可万顺 来了 喝了 坐 来 这堂上陕北的老酒 这酒我喝不惯 那是因为你喝得少 多喝点儿习惯了啊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啊 学校呢一个老师调走了 这还没放假 学生呢不能没人带 我想让你去带几天课 我 我带不了课 我不行 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也不算 齐老师 齐老师那是有大学问的人 他说你行就能用 莫书记 莫书记 我是个外来的 你能想到我 我挺高兴的 问题是 我真不行 这点真不想你打 你打干几事情来 风风火火 干干脆脆的 要不然你让我想想 那行 你想想 想好了就去上课啊 来 喝酒吧 这酒刚才我尝了一口 我真喝不下去 喝不下去也得喝呀 在我这地面上 我劝的酒 还没有人敢说不喝的 来 喝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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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躺这儿啊 这不行 快起来 快起来快起来 起来都会了 快 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慢点 慢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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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启 멋있 幻想 杨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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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上个 这一句是什么 同学们好 是吧 我是 请 请坐吧 请坐 我是你们新来的老师 我姓周 大家以后跟我叫周老师就 就好 今天是咱们第一次上课啊 教大家一首古诗 提西林璧 这样 大家还是跟我一起朗读吧 横看成岭 侧城峰 横看成岭 侧城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珍 你怎么跑这儿放羊来了 这学校 你赶紧把羊哄走 我跟你说话呢 你赶紧把羊哄走 影响学生们上课了 你们都走吧 你们都影响小周老师上课了 赶紧走吧 我没跟你闹啊 我数三个数 一二三 你必须把羊哄走 你听见没有 数三个数啊 必须走 你谁跟你闹着玩呢 你影响学生们 你看看学生们 现在谁还上课了 赶紧哄走啊 你哄不哄 走了 走 快走 走了 快走了 该上哪儿上哪儿去啊 别在这儿带着 走啊 别笑了 过来 过来来来来 报老师把羊赶走 快快快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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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directive Device ��요 给谁发现 是吧 你我在那我叫了 狗我三娘 喝那大火酒的那个哥哥呀 回来要好聊 走走走走 好 好 走 和和 今儿在这儿放羊 和和 你把羊干这儿干什么 大 我在上学 上学 你这丫头想一出事一出的 你今年多大了 快二十了 上什么学啊 上学念书啊 该你念书的时候你不念 怎么劝你就是不听 你现在去看看 那学校有你这么大的学生吗 我不管 我就是要上学 你给 老刘 你说说 你说让你看 牧书记 我还上学是好事啊 我也知道是好事 可他现在不是上学的时候了 给我使小性子呢 是 大使 大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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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啊 是 啊 是 啊 坤 你要上学 我 我给你找杨校长去 答 那你现在就去 哎呀 你没看现在正忙着呢嘛 那我不管 咱俩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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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 你们干吗呢 回去上个点 快点 干吗 小周老师好 你要干吗 上课啊 你上什么课 因为今天啊 咱们来了一个新同学啊 所以呢 我们把昨天学习的股师 复习一下 提西林壁 大家跟我念啊 提西林壁 提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只原身在此山中 下面我们请沐河河同学 为我们朗诵一遍啊 沐河河 沐河河同学 提西林壁呢 你笑什么 上课呢 你严肃点 来 现在请你给大家朗诵一下 提西林壁 杀 你 你坐下 坐 坐下 同学们上课要认真啊 不许六号啊 现在啊 四五年级的同学先自习 六年级的同学 请打开课本的第三十三页 今天我们讲蟋蟀的住宅 我先给大家念一下 这个课文简介啊 本文是十九世纪 法国著名昆虫学家 法布尔写的一篇观察笔记 这个人叫法布尔啊 他是法国的 当然了 咱们不能因为他姓法 他就是一定是法国人啊 因为外国的姓氏 跟我们中国不一样 法国同学们可能 都没去过吧 老是去过 因为我妹妹在那儿 真的 那儿很美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将来 都能去一次法国 那个地方 有古堡 有铁塔 还有好看的河 在文 在文中 法布尔介绍了自己观察到的蟋蟀住宅的特点 阿宇 嗯 你还记得咱们俩 小时候一起在 普达东逢餐厅吗 记得呀 你怎么想起这个来了 那个时候啊 我就觉得你一定行 真的 我在想 咱们俩以后 一定会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店子 对啊 你一说这个 我想起胡叔叔他们来了 也不知道他怎么样 还有巴尔跟戴维 你好 真的 货到了 太好了 我马上过来取 好的 好的 谢谢 雨琪 咱们货到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知道啊 好 您好 您好 夫人 需要我帮忙吗 我来取我的货 从意大利运过来的 好 谢谢 请稍等 对不起 夫人 恐怕这批货 我还不能给您 您好 您的货有问题 不应该呀 我的货是从 意大利正规的 供货商那儿提取的 而且都是品牌服装 没错 确实是品牌服装 但这批货是非法的 我也没有办法 您这话不是 自相矛盾吗 您既然承认 它是品牌服装 为什么又说是非法的呢 您有义务跟我解释解释吧 我能认为您这是刁难 是歧视吗 你们温州人做生意 从来不守规矩 依照法律 我们已经把这批服装 全部扣留了 温州人做生意 怎么不守规矩了 那叫灵活懂吗 您不能这样 我把所有钱 都投在这批货上面了 您这样我会 心家荡产的 您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 保安 请送这位女士出去 夫人拿好您的东西 先生 您总得给我一个 您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 好了 夫人不用说了 您凭什么把我的 您出去吧 拿好 夫人 您怎么能这样呢 你们 对不起夫人 凭什么扣我的话呀 你 我告诉你 我会告诉你的 走吧 夫人 放开我 太欺负人了 这说没收就没收 简直就是一群 拦路抢劫的强盗嘛 我们不能白持这个仰大亏 把我们当高尔夫球了 就随便一棍子 想打多远打多远啊 阿宇 这可是我们的全部积蓄啊 哎哟 阿宇 你倒是说话呀 你可急死我了 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要不 我去黑市买把枪 跟他们打官司 堂堂正正地 那把咱们的货 一件一件要回来 做饭吃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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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扰了 啊 您好 我是依莎贝尔 请问能为您做些什么 嗯 请问一下 你们这里有没有 一位律师会说中文 专门帮我们中国人 打商议官司 是的 没错 确实有这样一位律师 呃 是这样的 我是周阿宇 中国温州人 我们同乡会的总干事 谭家伟先生 应该是帮我约过 这位律师了 他现在在吗 当然在的 走这边就是隔壁的房间 请进吧 谢谢 不客气 这个案子不会有问题 如果以后出现这种事情 呃 你们就跟他说 叫他来找你的律师 啊 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好好 以后 如果你们还需要 什么帮助的话 可以随时来找我 啊 好的 谢谢你 雷昂先生 好 没事